駕駛開車上路旁邊這台休旅車 讓他們驚呼連連 劉B 鏡頭拉近一看 原來是休旅車的後照鏡 暗藏玄機 剛剛束帶 對 原本應該是同色系的後照鏡 卻變成藍色 仔細看後照鏡已經被撞爛 駕駛把化妝鏡 歪搖擺放以束帶固定 充當後照鏡 前面那個燈子被撞爛掉的 化妝鏡變後照鏡 不只目擊駕駛笑翻 網友也受風 這是最狂後照鏡 這樣也可以充分展現客家精神 台中超狂後照鏡 成為馬路上的討論交解 而雲林這名騎士 則是怒怒症爆發 騎士騎在抖六的太平路上 先有機車左轉 又有行人穿越 讓他火氣滿滿滿 過沒十公尺 阿嬤再逆向 他整個崩潰狂吼 路上阻礙太多 騎士七道崩潰 只能大吼大叫來發現 另外在台中還有民眾從客運下車後發現 行李被狸貓換太子 一度以為是被偷竊 掉越監視器才發現 只是拿錯烏龍一場 接下來陳光榮家 進行陳台中 採訪報導 我是王一眾 新聞的產業 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